这个国家完全活成了中国人的样子,就连手机号码都是移动的,现如今,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生活的品质,旅行也不知不觉,走进了人们的生活,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好多人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梦,曾经一封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的辞职性穿红网络,突然间好多人都意识到,自己不能把所有的时光,都浪费在生活和工作的琐碎之中,仍然有失和远方在等待着自己前去寻找,于是很多人都准备好背包开始旅程。 近年来,旅游者需求也在不断增加,因此旅游产品也变得多样化,人们不再局限于国内游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出竞游,一时间出国游的热度窗口旅游业,似乎出国游成为了一种时尚的代名词。 据数据显示,近几年中国游客处境率最多的国家就是新加坡,马来西亚,泰国,韩国,日本等,其中韩国最受中国游客喜爱。 中国游客偏爱周边国家旅游,第一是因为距离比较近,来回非常的方便,第二点就是这些周边国家,相对于一些欧美国家,来说经济消费不算高,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。 众所周知,中国游客除了喜欢看景点之外,还喜欢买一些当地的特色,所以这些周边国家的物价,也完全隐和了中国游客的喜好,从而吸引了一大片中国游客前来旅游。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中国游客去买玩的湘华报道,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喜欢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,纷纷到中国前来游玩。 但你知道吗?在世界上,有一个地方和我们中国非常的相似,可以说不知道的人就会以为这是另一个中国呢?这个地方就是国感。 说起国感,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吧?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国感这个地方。 其实国感地区在之前是属于中国领土的,隶属于中国云南省,它的全称是缅甸南邦国感自治区,位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的柴榜高原。 总面积约约为2700平方公里,总人口大概在25万人左右,其中就有90%的人为华人缅甸位置国感人,国感族,为主要年为华人聚居区,300多年前中国南邦人潜移至此,是带居住于国感地区。 1897年2月4日签订的中英条约,清廷法国感各让给英雄缅甸,国感人于是从汉族人变成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。 现今的国感县位于缅甸短方东北部,面积约2000多平方公里,人口约14万,主要分布在缅甸东北部面中边境一带。 地处东京98度25分至98度50分,北约23度23分至24度10分之间,从南到北城S型,与中国与南省的郑康县、苍原县、耿马县和龙林县接壤。 国际线长250公里,国感族华人自其先名中国明朝冠军开始进入缅甸,到作为缅甸的一个合法的少数民族,共已经历了近300多年的历史。 其间,深受中年两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,相信去过古感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那种非常亲近的感觉吧? 因为走在古感的街上,你会发现这里十字路就树立的标志,还有路标上面的字,全部都是用汉字标写的。 这对前来旅游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,完全解决了身在异国他乡语言障碍的问题。 除了汉字标写的路标之外,你会看见街上来往的所有车辆,全部挂的车牌也都是和中国一样的车牌,而且你会惊喜的发现。 在这里当地人交流完全就是中文,所以来此地旅游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英语的难题。 这些说起来都还好,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,当地人使用的手机号码都是中国移动的,而且显示的区域,全部都是云南地区。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边的人还会和我们一样使用网上购物,就连交易时所使用的货币都是人民币,是不是觉得来这边旅游简直方便到极致呢? 在谷感的街头完全感受不到那种处于一国他乡的感觉,甚至你还会看到险游东北发电的牌子,让人感到非常的清静。 像是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某个城市一样,如果说大家有谁想去旅游的话,但有爱与语言障碍,距离障碍,不妨可以选择国感这个地方。 虽然说国感现在已经不属于中国了,但它却保留了中国人生活的习服,难怪会有人说这个地方简直像是第二个中国。 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探讨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